佛山兩歲女和小月月被車展過的網上片段引起廣泛關注 在廣州軍區總醫院經過8天搶救 小月月最終因為多個重要器官衰竭 全腦功能衰竭宣布死亡 醫院說他們已經啟動最高等級搶救方案可惜救治無效 小月月的父母到醫院見女兒最後一面 她的母親悲痛欲絕 而父親就在工作人員陪同下處理小月月的後事 事發在上星期四只有兩歲的小月月 先後在佛山被兩輛車撞倒展過 十幾名逃人走過都見死不救 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內地的社會道德問題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